開學了校園恢復熱鬧氣氛 迎新活動也都紛紛開跑 尤其剛成為大學新鮮人的同學們 對什麼事情都新鮮 高中畢業滿18歲考上大學了 好像都得做些什麼來代表自己已經成年 像是考假照結婚還有投票 但是得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 只是最近大一新鮮人就在討論 到底要不要買一輛機車呢 覺得結婚很方便在台北 所以我覺得而且月票很省錢 你光那個郵費或者是你在 有什麼輪胎壞掉幹嘛的一大堆 當然還是有些時候就是 有些地點可能比較 離結婚站比較遠的地方 那公車可以達到 或者是到了結婚站的時候 再坐一小站計程車 其實都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以高同學為例已經大四了 但這幾年來他上學的交通工具 就是公車捷運 他認為在台北讀大學 機車似乎並不是必需品 台北的學校我覺得 除了像文化以外 其他基本上都有 都有大眾運輸可以到 像福大 台大 政大就更不用說 而且我覺得在台北其實很危險 這個我覺得應該是很多 騎機車的人也會想到 就光下班下課就出了這條路 外面那條到中南北路 那個整個是很可怕 但從中南部來讀書的同學們 想法就大不同了 因為在其他城市 大眾運輸工具沒有那麼四通八達 在生活習慣上 他們覺得想要趴趴走 就要擁有一台摩托車 因為我是從台中上來讀書的 那就會覺得說 好像來台北有點失去了雙腳 感覺應該有一台摩托車 代步會比較方便一點 近來有大一新鮮人都在討論 考上其他城市的大學開學了 結果爸媽不願意贊助買機車 沒有機車會不會就無法 參與同學們的行程 就在網路上引起論戰 不少學長姐就建議 真的得要看你考上的學校所在地 以及實際需要再做決定 北部學校尤其在市區 有捷運 公車 交通網路 中南部或是東部 確實就得仰賴機車 我那時候是剛上大學 第一個學習是住宿舍 所以那時候還沒有這麼急迫的需要 然後也在觀察說 自己到底需不需要一台摩托車代步 但是最後考量一點就是 因為還是會想要往外跑 然後想要有一些比較自主性 敏捷性 想要隨時隨地就可以出門 對 然後那時候就有跟家人討論過 那時候就是 阿嬤沒有要騎摩托車 就寄上來台北給我 只是近來會左右家長不願意買的原因 還有機車事故率 因為根據統計 台北在109年到111年學年度 發生事故受傷7923人 死亡人數來到9人 新北市更高了 9715人 20人死亡 校方警方都不斷呼籲 學生們騎機車都要特別注意安全 有家長們也針對這點 挑選車種更是謹慎 那因為這個同學他是住桃園 然後他考到我們台北的學校 那這個學校呢 就在我們台北著名的山上 可能他評估完之後 他覺得可能做通勤 這樣他比較划算 那還要多少錢 127500元 連攝影師都贊膽 這個厲害在哪 你看 看這邊 為什麼它那麼貴 它的安全係數很高 沒到開學季車商也會推出各式活動 有優惠有分歧 都能讓買車負擔減期不少 二手車行情也因此受到影響 學生族想減便宜入手 在選購上要特別留意 儀表上面的里程呢 除非他是你好朋友 他一律不相信 第二件事情就是按發動 聽聲音嗎 對 如果這個聲音聽起來 非常安靜 我就相信他的里程 比較有參考價值 然後第三件事情 我們剛剛講 三角台的直檔點 那邊要仔細看 不過到底機車是不是必需品 還是得要回到問題根本 好好跟家人討論 別為了跟風增加不必要的經濟負擔 TVBS新聞羅書明先輪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